我也是要講一個朋友 尤其是他越是叫我不要講 我越更加要講 他最想你講 好 首先 夜朝朝飄過 真是屌你路 我本來不想講 但我忍不住要講 這個就是我們的朋友 四方仔 歌神 四方仔 方哥 這個方哥 他今年四十歲了 好 年輕 但是到現在 都未正正經經拍過 可能是因為他表達感情 有些問題 表達愛是意 而且很奇怪 譬如 他按照這個樣子 他平時很多時的樣子是這樣的 然後那些女人也看見他 畢竟他曾經有一點知名度 又有自己的作品在YouTube上面 那些女人也看見他 他再看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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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喜歡我 第一次就這樣 為何你看著我 別再瘋狂 好了 又或者 又或者 別再看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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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對他有口感 亦都不敢說 他說不是 他就會說 阿靖 誰是否喜歡我 阿巴拉莎 看著我 他是不是喜歡我 不要說他看著 已經有一個層次了 他跟我說話 是不是喜歡我 是 那些人都不敢說 說了話 他不是問他 他不是亂說 他跟我說話 不是這樣也不要緊 OK 無論如何 OK 那你就做事 他是怎樣做事 他有時候會跟我說 彼哥說 我幹嘛想事 他說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這是很多年事 說七、八年前 他說 為何他會這樣對我 然後我說 他怎樣對你 有一條女兒 晚上又在來 大家知道住在上活 一人住 上去 十二點多 坐到七點多 Massive 當時他們太累走了 他說 他不會乱取我 我要把你睡覺 聊聊天 沒有呀 要睡在床裡 我就把床上睡 這樣 通時後來 他都想… 他曾經向 flips 那次我女兒的腰 她經常去我的地板 我地板的女兒 叫阿娟 阿娟多少歲 那時候十九、二十歲 她經常去喉嚨 有一次我地板的廁所在樓下 阿娟就在下面 不知道為什麼 就爆水喉,水到處飛 我說波仔,不要幫他 不是,方哥 我說方哥,下去看看什麼事 我看到什麼事,不是爆水喉 不是爆水喉 是我插一條喉上去抽水 到魚缸去換水 不知道為什麼會溫不緊 水就爆出來 阿娟在裡面,啊啊啊啊 全都濕透了 那次我說方哥,方仔 去看看什麼事情 是好機會,想著 然後我在上面 因為我在上面欣賞我的魚缸 聽上去下面傳來什麼聲音 喂,你不是這樣的 你要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不行的 嘿,你都不懂的 然後我看上去 方哥是站在廁所外面 然後在一個廣紙 在那裡裝上去 你這樣不行的,你這樣做 你正常來說當然是 喂,走開,等我來 沒錯,然後脫衣,大顯身手 那時候那個女兒,阿娟,怎麼樣 阿娟,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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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到全部都濕透了 那我一看,我叫你了,沒什麼事 你是不是男人來的 好了,這樣也不要緊 因為我太認識他 我知道方哥那個人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他的溝通能力呢 簡單來說,我用兩個字 我用兩個字形容去 是BB,什麼叫BB呢 Backbring 就是懷腦 他懷了腦 我懷疑呢,我懷疑是方哥 我懷疑一下 因為他的成長年齡 在他的年齡的時候 就是吃咳藥水最高峰的時候 是 作為一個在新界長大的 天齡的年齡 怎麼會不吃咳藥水呢 而那些後遺症就在現在出現了 最後他的房子是有圓水 這個更加大 但不是 他還沒搬那房子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 他也是BB來的 Backbring Anyway都不要緊 近來我 其實近幾個月 我知道他不斷和謝運界 我懷疑一下女兒 她正在移入 我知道 我完全不懷疑你 你想想 我教你的方法 她是要問 那時我太懷疑幼稚 我還嘗試教她 譬如跟她說 可以 你跟這條WhatsApp 麻煩你不要加半點意見 她WhatsApp完一句 你截圖給我看 我跟她教你答 你一個字不要改 為什麼你教她釣魚 以及隱藏自己的缺點 但我當然也不想聽 是啊 經歷了一次兩次 我當然不想挂你 坐在這裏 你可不可以跟她有關我的事 我又不是我傻 他怎麼教我 都不明白我 OK 好了 今天 我看到她有十幾個電話 十幾個電話 打給我 還沒接電話 我這次起床 當然我不會回覆她 然後WhatsApp說了一段 我當然不會理會 我看都不看 我這麼多事情做 好了 就在我最近最多事情做 四五點鐘之際 她竟然救僵方哥 親自打電話給我 為什麼她給了我這麼多電話 WhatsApp這麼多 我都不理會她 她終於忍不住了 親自打給我 我想她想了很久 那我就想起 你怎麼跟別人講電話 你突然有電話進去 我坐著我手 但今早她整天都問了其他人的意見 是問了十幾十個 當然了 好了 那接著 我正在說電話 她的電話進去 始終是擠著我的電話 擠著一擠著一擠 是啊 那我是不是谷林 我谷林 我跟她在說電話 你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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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拿了電話 沒什麼可以令我這麼想起 我竟然聽見一把 仿如死狗一樣的聲音 貝利哥 我只聽著這聲音 貝利哥 我只想求我 我叫你老母 你有沒有人姓良知啊 你這個人姓良知啊 你一大輪 然後他吸進去 是 然後我臨屁前 我說 我屌你老母 我不爆你 我不向你的名字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我屌你老公 你老公 他再打電話給我,我當然要打電話 然後最後 他就說 不要說 他的WhatsApp說我廢話 不要說 有轉機 這樣我還要 真的覺得有轉機 他預約了酒店自助餐 求你 求你啤梨哥 還有這樣 即是我不要說 結果為什麼他不相信 心裡心裡有個迷 阿晴聖的那些都 難解 難解 你個目嘴多佬麗 藏在加勒底 我就一定要說 這個人 他的名字 我們始終是為全口道一場朋友 當然 就叫做王志 好 一般來說我們叫做 方仔 不是波仔是方仔 沒錯 OK 吼你老母 囚系 吼你老母 我本來要去WhatsApp 我有什麼事呢 昨天我用了一曲單車 證明了我啤梨唱歌 是給歌王方仔好聽的 我以為他來挑我的機 那就聽我的電話 吼你老母 竟然WhatsApp 一些這麼無聊的東西 各位朋友 去WhatsApp做什麼呢 首先呢 是WhatsApp了一幅 一個group裡面的capital 是 那個group沒有我份的 嗯 但是那個group裡面呢 那些人我全部全部都認識的 譬如有N-E-X-T Lex 是啊 有CH Chris Cox 我當然又認識 阿權王 阿興阿阿義阿波仔阿石 阿石是誰啊 雙爺 黃安石 就是我全部認識的這些人 是啊 好啦 我又見到一些 我們在這個group裡面的其他 其他網友 說什麼呢 是他的capital給我的 是 他說 阿Chris Scott 阿權王說 你這兒子不理他 他就不懂得找美咯 阿蘭花義即是阿義 就說 唉 留多點錢在身吧 到處都是騙子 連阿蘭花義都會覺得到處都是騙子 那麼阿權王又說 昨晚啊 他就說 那兒子不理他嘛 喏 為什麼 Chris Scott 這樣說 我推斷 這女兒可能在他自己的社交媒體裡面 就說了 昨晚那兒子不理他 所以 其實是人都知道這女兒的動向 嗯 誰知道阿波仔 阿波仔 阿方仔 是 就在一個group裡面怎麼說 上個月中的事 你知道人很喜歡自己騙自己 嗯 明明那女兒有自己的社交媒體 我不知道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說 今晚那兒子不理我 他還要說上個月中的事 他自己騙自己 接著呢 他就回應阿權王那個 昨晚啊 啊 說那兒子不理他嘛 他說 他就回應 嗯 不用理他 不會知道他講誰 你是不明白阿方仔寫的 是啊 是啊 可能他在說我呢 是啊 喏 接著呢 他就繼續說他自己的事 因為他迷了 是啊 但是連續說七八句 是沒有人理他 為什麼呢 不知道他什麼 不是 你是覺得他沒得救啊 又說 11號去看心理醫生 握握我 原來他瘋了拍照 10點55分 沒有人理他 不過握握他 到他打電話給我說什麼好 現在很窮 10點55分 你想想 一分鐘以後就知道這麼多字 你現在波仔能力很慘 心裡很亂 沒有人理他 拿我錢買工具 做曲奇餅 就有我份 轉頭做好第一時間 請網友吃 痴癮線 都是10點55分 三個Message 他根本不知要什麼 什麼都是短暫的快樂 10點56分 一分鐘之後 短暫的記憶 10點55分 就是拳王難 最難看出 這麼多字 最難看出 我今天留了一句 你們真的很多時間 不是 他回答他 這麼瘋狂 那有得他 死去吧 不如這樣說 好了 他竟然 放哥把這些圖片給我 看得到大家認識我 我根本就馬上 放一聲 解放了他 那是電話的Memory 好了 這樣也不緊要 然後他又寫什麼 短暫的記憶 然後方哥也自己說 每天被人說我廢 是按摩二號男友 但是我整個月跟他在一起 那都算是二號男友嗎 你是男友嗎 你是十六號男友 十六號很愛人 男友兩隻沒有你粉 上個月不跟他結帳 過兩天就有新男友 豁湖舊男友 很瘦一點 舊男友回出去 我肯定他沒有出過 每次吵架都爭贏 說贏我 我又沒得說是 屌你了 不跟你吵架都說不贏 就死掉了 這女兒是跳的 我剛才說這女兒是跳的 我是不是 不要弄工具人 去不開心去的事 下次再打來直接說一齊開心 我照讀他所說的 我理解到他所說的 我理解到他所說的 但我不知他所說的 我理解到的 但你們未必知道 我再說一次 我是不是不要想工具人 他不開心他的事 下次再打來直接說一齊開心 今早打給我母廳 然後就打給我 我調查他 然後就說不要說 有轉機 你訂了酒店吃飯等等 我相信這個真相 是很多朋友都跟他講過 他執迷不悔 那些朋友每個都被他屌實 還要被他屌實 還要被他屌實 結稿 還要被他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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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些女兒跳的瘋子 是戒手啊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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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沒錢就找你拿 拿完沒錢就拿 沒錢就拿 有錢就怎會做一個餅子 找別人吃 一個喜歡的女兒子很簡單 她做完那個餅子 第一時間 不要說別的 不說別的 第一時間 阿方仔快點去吃吧 想和你一起分享 一起跟進去那一刻 而不是給網友吃 是沒得解釋 這個女兒是挽救你 而且她要賺這麼多錢 後來是要找到家人借錢去借給她 當然別人是不會還給她 你不如借一些給我 你借一些給我 我多點錢 我叫多兩隻雞 幫到那個社會 你不如在經濟流錢 你說你有多少錢 你就給多少 你心甘情願無所謂 都不可以 我是不能夠見多人這樣 我不能夠容忍那些人 我不可以打小人 不可以打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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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吃過 我要講最殘酷的一面 不可以這樣講 現在我要講最殘酷的一面 方仔聽著 你以為你女性女貞德 你知不知 我不是說吃 她差不多做過我所有認識的 我認識她的網友 她都做過 是嗎 我沒有討論 即是P.M.過人 P.M.也沒有算法 你想想P.M.也不是看看 有沒有機會在那邊 她說這個差不多到訂 你一定不相信 這個情形就好像 你倆是十幾年前的 頭文字一樣 當杜汶澤 跟周杰倫說 你知不知她做雞 那女兒我不認識她的 她有什麼名字 這次高天就那對白 是啊 你看她是雞 喂 周杰倫也接受不了 但是現在你方仔一樣 我們是不能讓她沉迷 最喜歡沉迷就是沉迷飽氣 真是屌你了 自己開心就行了 Anyway 我本來想要唱一首歌 我現在不想唱一首歌 我是嘉賓 方仔你自己開心就行了 沒所謂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那就繼續跑山 不過這樣 就算你給多少錢人 沒所謂 你贏得起 但就不要跟她家裡拿 這個是我給她的看法 但是家裡又給她 對 可能給多兩千都不會給的 屌你了 我有沒有搞錯 我哪可能又認識到這麼蠢的人 有些錢都給人 你最後什麼都得不到 沒所謂 你自己享受自己 擔心都是一個過程 但你就千萬不要問她家裡去拿錢 其實以我對她的認知 你知怎樣就怎樣 剛才你們做Fan 說真的 你隨便找女兒去搗你 我沒有給她 試試一下嘴子 她就馬上走 我想介紹不少女兒 但她都不騷擾 她說這麼久只有兩個女兒 她騷擾她 即最近 一個女兒 一個女兒 一個哥莉亞 我曾經叫哥莉亞去考慮她 哥莉亞跟她的認知 哥莉亞多說 那方哥一定不會回答她 就會說得到爹 一定會說贏她 一塌一塌 是的 OK 休息吧 這個女孩跳的瘋狂線啊 是街首啊 躺街蹲啊 我這也沒所謂